大家好,我是Shirley 今年Majolica Madruga 又出了新的秋冬系列 主打的有封形睫毛液 另外還有鑽光眼影口 有幾個不同的系列 都很適合秋天的妝容 稍後我們會示範一下秋天的妝容 以及睫毛液的威力 在上完Monstralizer之後 我們可以上一個化妝膜 這個化妝膜很好 就是可以遮蓋毛孔 而且會令妝容更加適合 我們只需要很少的份量 我建議哪些地方位的毛孔比較大 粗大 你可以多印上去 就是這樣很薄的 一層印上去就可以了 在上完這個Make Up Base之後 我們現在就上這個粉底 這個粉底很薄 而且也不用怕會有出眼 建議你 我們通常鼻液位就會比較紅 我們可以在鼻液位那裡印幾下 如果你面額有暗瘡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印多一點 如果你皮膚比較好的地方 你就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不用怕印得多 它會出很多紋 或者會覺得很乾 它這隻粉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它是可以防水防汗和防油的 好了 我們額頭的位置都要留意 不要漏了它 還有那些髮根位 我們都千萬不要漏 很多時候人們上粉底 會漏了一個眼蓋位 其實我們眼蓋位 都應該薄薄的 上一層粉底上去 因為這樣之後 跟著再上那些 Eyeshadow 就會更加出色 好了 就是這樣 現在到了畫眉的部分 我覺得這支MJ的眉筆 它非常之好用 因為它很細心 你看它後面就是有眉筆的 而前面就是筆的 那這個頭可以怎樣用呢 我們可以在眼頭的位置 很輕輕地掃開它 記住我們畫眉 其實應該由粗 然後變幼 和由淺 來變深的眉毛才會自然 好了 現在我們到後面 它就有這個筆的部分 我們就補回這個眉味 這樣可以一筆一筆來上色 最重要是你上色的時候 手就要定 不要越滑變越粗 很多時候 眉畫得不漂亮的原因 就是它不夠定 越滑越粗 那一條眉就會不漂亮 好了 現在幫它上了